Lillia 拿一部Q過來 不是這部 這部是Q1來的 都不是這部 這部是Q2來的 最新的那部Q3 這次跟大家開箱的就是Q3 M&G Camera 的Frankey Hello 大家好 我是M&G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說的就是Q 其實Q系列已經出了第三個版本 當初出的Q1 那時是2400萬像的 跟著就出了Q2 Q2和Q1之間 其實大家的外形非常相似 大家都在用28 1.7的鏡頭 不同的地方就是 Q2的像素高了 有4000萬像 變成最大的分別就是 看見面方面 即是在你的 Viewfinder 是像素高了 清晰了很多 對焦看東西都會好很多 到今天 2023年5月26日 那麽 Leica 就出了最新一部的Q3 這一部其實就拿回M11 作為一個基本的藍圖去做的 那像素方面就是有6000萬像的 那你也是有三個級數的DNG 有6000萬像 3600萬和1800萬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三部Q之中 只有這一部有反螢幕 它反螢幕可以向上反的 那這個有什麽用呢 就是我們低炒 可能拍一些低角度的時候 就不用趴得那麽辛苦了 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也都是可以反得幾多下的 那再者呢 就可以呢 那這樣反發 那有什麽用呢 就是可能有時 高炒的時候 會是調高的手 是方便些 那這樣去影法 那這個呢 就是主要的螢幕 反螢幕的作用 但是它是不可以左右反的 那也都是因為這個螢幕其中一個原因呢 令到它那個防水防塵的標準呢 減低了的 那之前呢 好像Q2那樣呢 就是IP54的 到這個Q3呢 就變了IP52了 就是那個防水的係數是低了的 看回我底部吧 那電池方面呢 就 那個樣子和之前那個是一樣的 那這一顆電呢 就是 SLR或者Q2的電來的 那樣子是一樣的 是用得回到Q3 但是呢 在容量方面呢 其實這次呢 我也覺得很得意 就是它竟然是出呢 那樣子是一模一樣的 那但是呢 那容量呢 有改變了 舊的SLR或者Q2的電呢 是1860mAh的 那電壓呢 是8.4的 而新這塊呢 電呢 那個容量呢 是2200mAh的 那電壓呢 都是一樣的 8.4 那曲呢 就應該改變了 那之前的曲呢 就是16062的 那現在變成16046 那所以呢 電池那裡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 可能到時候有一些 容量大些 有些容量小些 但樣子是一模一樣的 那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Leica 從來不會有這件事的 這次有這個 改變 另外呢 就 另外這邊呢 是有一個角位 是可以 插 這個 Micro HDMI 還有呢 就是 Type-C 那Type-C呢 就是說呢 可以是 在部機裡充電了 變成不用帶個充電器出去 那就更加方便了 那 其他Menu那些呢 跟11應該都差不多 Play啦 上下左右按鈕 那 那還有呢 就多了一個 功能鍵啦 這個功能鍵呢 就是 轉它是 呃 那個 賭啊 就是說 它本身如果全開呢 是28 接著 35 6 50 75 啦 還有 新加的 這個呢 就是90框線來的 那 那我拍的時候呢 其實如果你是DNG的話呢 是 一樣的 那麼大的 純粹在JPEG方面呢 會和你割了的 如果你在Lightroom 做Editing的時候呢 他會 P-Set了呢 鎖回那個 你本身的框線 那你變了呢 就方便些 那可能 我覺得的作用就 不是很大的 就是 我想是 那個Gimmick多些啦 在你方面 而另外一顆鍵呢 就是轉換Video 還有這個 拍照的Mode 兩邊去調校的 那 Menu方面呢 其實都 挺方便的 那這次呢 我就試過呢 用個Face Detection 那跟這個 Q2比較呢 差異就差很遠 那同一個光亮呢 是 進步了很多的 這個 自動對焦方面 那 現在呢 首先呢 就 我要調校 這個 Face Detection呢 選擇這個功能的 那你也有另一個呢 有另一個呢 其實是 在這裏的 有一個呢 是這個 Face Detection呢 再加上這個 Animal 就是可能你 小動物啊 或者是 加在一起 就用那個了 那現在呢 這次呢 我就找Rawrence 做一個目標了 那看到呢 他故意適暗了 那個環境的 但是他都鎖得很緊 你看看呢 就算這樣呢 走來走去呢 走去呢 那 就算看不到 他的樣子都可以 他都會鎖住頭的 是的 那這個環境是偏暗的 那 都 動態方面呢 就好很多了 這件事 就是可能暗的位置啊 這樣呢 那去拍這些相片的時候呢 那個反應其實很好 那 由Q1開始呢 我們說到Q3 Q1呢 他的頂部呢 大家都有個 Speed Dial 有個快門掣 那 但是 那 那地方呢 就是多一個錄影掣了 還有一個 功能鍵的 旋轉功能鍵 而Q2呢 那個頂部呢 就寫著Q2的 Q1呢 就這樣寫著 大概Q 是的 還有麥克頂也是一樣的 然後呢 Q2和Q3呢 不同的地方呢 就幾乎是很少 就多了一個位呢 是讓你可以扭這個 Shutter Release 的 那這個呢 就沒有的 那變成了呢 可能有B塊門的時候 就會方便一點了 那可以用一條線呢 去按 那還有一個有趣的呢 原來高度方面呢 是一樣的 那 那現在我們講講背脊了 那 那 Q1呢 是明顯多了很多按鈕的 那麼Q2就少了 但是那個座右上下箭嘴一樣 但是 眼底的調校呢 就改了位了 那這個也是 改了曲位了 那這裡呢 Q2和Q3呢 最大的分別呢 就多了個反螢幕了 那另外呢 就將這些按鈕 撥到一邊 按 然後 然後調校眼底 然後調校尺寸 還有影片 還有相片的交換鍵了 好 我們看看 後面 底了 底這裡呢 其實Q2和Q3呢 都很相似 好了 我們看它後面了 那麼Q1呢 就明顯呢 就是有一個電池蓋 放了電池 以及SD卡 放在一起的 但是那顆電呢 那麼多之中呢 是最小顆的 所以沒有那麼久用 那麼而 Q2和Q3呢 兩者都相似的了 那麼就有一個電池位 那都是一樣是 啪啪 就彈就電出來 滴一滴 才會掉出來的 但是同樣 有一個防水的SD卡槽 對 對了 那再看回它的interface方面 interface方面呢 就 Q3是有東西輸出的 那 講到Q3的interface 那這個呢 就跟之前的Micro HDMI呢 是一樣的 那這個就繼續保留啦 那另外呢 之前的USB呢 就是細頭來的 那現在就轉了最流行的USB Type-C啦 那Type-C呢 就經常現在都用的啦 最方便的地方呢 就可以呢 直接用Type-C去充電的 那試過在M11那時候呢 就可以一邊充電啦 一邊拍都沒問題的 那Q3相信呢 都是一樣的啦 Q2呢 是 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去到Q1那時候呢 其實有少少USB呢 還有這個是Micro HDMI 那最後呢 大家呢 就會很關心 到底Q3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呢 那呢 這個就買一買關子 就下一次跟大家分解啦 那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用呢 希望你給我like我啦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